老翁开车连停路边 大楼保全健壮上前驱赶 他听到保全骂脏话下车理论 没有想到一言不合保全立刻动手打人 两个对付一个 还拿着对讲机猛敲他的头部 甚至打到连对讲机都坏掉 而被打老翁的老婆健壮 改进下车要求保全不要再打了 打开车我看他们已经 我老公已经被压在地上了 那我那时候很紧张 我要拨电话求救 都拨错了整个都乱了啦 更夸张的是 老翁被打得满脸是血 但豪宅社区完全没有人理会 暴力事件就发生在桃源南侃交流道旁 这处豪宅社区 老翁被打到无法招架 还得自行打电话叫救护车 等了5到10分钟才等到救援 他现在又手持武器来攻击我的头 如果他今天拿的是紧棍 那我可能当然就毙命了 一个这么壮的人 能吸入这种老人家 我是觉得这种社会真的太可怕了 本所业意规定受理双方当事人报案 并将于案件调查完毕后 谈送桃源地检署侦办 老翁切不过报警 只不过再看看这保全蒙打老翁的暴力场面 保全现在除了得面对法律责任 后来适不适合再继续担任保全工作 也经常不少的住户产生质疑 记者留在旁边报道